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八个字就能解决80%的烦恼 这听上去似乎是逞一时口快 但仔细想想不正是这个道理吗 如果你每天要一次次的和别人解释 那么你的时间就在这些争论中悄悄流逝了 你的好心情也在这些争论中渐渐败坏了 庄子在秋水片里讲过这样一句话 下重不可与兵 孔子也曾劝诫弟子 不要和春生秋死的蚂蚱 谈论四季 和不同层次的人争辩 是一种无味的消耗 他从未去过你到过的地方 不知道你读过的书 不认识你遇见的人 隔着太多的障碍 沟通就是一场漫长的无用功 你占山巅 告诉他面前是一片海洋 他在半山腰 只能看到满目的荒凉 与其和他辩论不如朝着大海前行 二 无意义的事不值得纠缠 福尔泰说 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里的伊丽莎 很多被生活击垮的人 并非是多大的难题 而是一些非常琐碎的小事 因为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会无休止地消耗人的精力 东汉末年 有个叫做孟敏的人 买了一只桃罐 在路上不小心摔破了 孟敏连看也不看一眼 镜子走了 路人觉得奇怪 过去问他 你的罐子打破了 怎么连看也不看一下呢 孟敏回答说 罐子已经破了 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孟敏来说 停留下来懊悔一个罐子 也许会错过晚上歇脚的客栈 也许会无缘欣赏板霞的华光 比起站在原地懊悔 不如立即启程 不将就 不回头 这世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成本的 你为不值得的事情浪费时间 必然会错过其他的美好 与其把自己的一生浪费在 与不值得的事情纠缠上 不如立刻前行 不纠缠 不懊悔 不回头 三 别人的评价 不值得太在意 庄子里有个叫 世成奇的人 听到世人常常夸赞老子 于是跋山涉水 来拜访老子 看到老子其貌不扬 住的地方也乱七八糟 世成奇说 别人说你是圣人 我看是老鼠还差不多 老子看了他一眼 低头继续读自己的书 完全不理他 世成奇只好走了 第二天世成奇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来找老子道歉 谁知道老子对他说 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 你骂我是猪狗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我 你说什么是你说什么 并不能影响我 也不能改变我 别人说两句就急着跳脚 多半是内心还不够笃定 内心风营的人活在自己心里 而不是活在别人嘴里 四 走远的关系不值得留恋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日期 秋刀鱼会过期 肉罐头会过期 连保鲜纸都会过期 多年前听不懂歌里那句 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如今听回已是曲中人 有些人不必强留 有些关系也不必强求 要接受任何人的践行近远 也要接受任何人的分道扬镳 不要再像个孩子似的 抓住了一样东西就不肯放下 只有舍得一些 才能得到更好的奖励 人生就是一场断舍离 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 不值得的物都试图抢走属于你的人生 你要做的就是把原本属于你的人生 从这些不值得中抢回来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也不要低估自己独自前行的能力 余生很贵 别和不值得的纠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